用这些奶茶牌子做成一个盲盒 用奶茶牌子做出盲盒 然后送给随机的三个路人 他们什么反应呢 有点... 下个礼拜就问你们要哪一个主题 你们投票在我的youtube comedy post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三个是最多人选的 就是Tea Life霸王茶几跟蜜雪冰城 其实是蜜雪冰城最多人选 用这些奶茶牌子做成一个盲盒 然后送给随机的三个路人 只要他们在我送出盲盒之前没有讲话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出去找灵感 我有做了几个草稿图 就是这三个草稿图 不是草稿图 就是这些是我的inspired的照片 我看到这些照片我觉得很适合我今天做的盲盒系列 我想要出去得到一些inspiration 很多方式 Let's go 画一点草图 把这模型做出来 以上 干活之前先吃饱 吃饱之后要喝好 喝杯咖啡提提神 那我们开始建模吧 Let's go 先做的是茶几了 搭一锅 造破澤 拿이드 右手烂掉了 双Q 美女别着急 等上玩色保证你美美的 做美女的第一步 就是拥有光滑细腻的皮肤 还有美丽的黑色头发 我涂我涂我涂涂涂 美女必备红色衣服 当然还要有大红袍 继续涂色 后面也要涂到 怎么办 哎呀妈呀耳朵流血了 添加一点细节 是个大眼睛美女 手酸了 含泪继续 画了一百年的眼睛 完成 组装起来 你们觉得怎么样 留言跟我讲 我会把那个盲盒 堆在他们前 然后很快速的讲 如果你现在不讲话 我就送你这个盲盒 然后他们完全不知道 要怎样反应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问 蛤 这样他们就输掉挑战 想一想就开心啊 你好 只要你在商调里面不讲话 我就送一个礼物给你 其实挑战还没有开始了 是下一伞恶意 开始 OK吗 这样 这样 OK 因为我们在喝包容茶几下 我们送一个包容茶几的芒盒给你 就我做了 你开心不喜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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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继续送给你 OK好谢谢 你继续玩了 呃 有点 像 嗯 好 好 OK 谢谢 谢谢 第二个蜜雪冰城盲盒 先把概念图画出来 美女必备眼睫毛 美丽的头发 加一点细节 继续加一点细节 拳掌 也不要忘记 卡兹兰大眼睛 好喜欢 再来一点氛围感腮红 配上雪王战袍 封维感 美女完成 我找了一段马 然后就看你们在四斤选 然后就送给你们 开了快 啊你看看吧 现在直接 那先开啊 那一句 嗯 嗯 可以拿出来 就只修这个镜头了 喜欢啦 喜欢啦 我看这个挺有的 挺有的 所以 OK 喜欢就好 哇 第三个做T-Life的盲盒 线稿完成 杯子看了很多食物图 让我看看这个吸管怎么调整 嘴部细节拉满 酷酷的背心部分 Logo可别忘了 添加上去 打磨一下更加光滑 全部涂上米色 绝对不是因为我懒惰哦 这是什么死亡眼线 一个小时过去了 继继续添加一点细节 细节部分处理一下 再加点最爱的珍珠 完成 不懂的人以为我的手怎么了 再展示一下 叮叮叮 三个盲盒都完成了 超赞 你最爱哪一个 C杠推出新芒盒了 3 2 1 这样 Cut the round but not the round so we need to find the stuff If you don't speak in 3 second we are going to give you a brief Oh like Simo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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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you already popped So we start again Okay the challenge is not yet It's like in 3, 2, 1 Okay Wait you speak again You're at this time in 5 but there are no other people already You cannot speak now In 3, 2, 1 好,我们要给你一个冰箱 这是我们的T-LIFE 箱子 让大家看看 安西,你喜欢吗? 我们做到了 对,只是T-LIFE 箱子 对,因为你自己做到了 对 好,好美 好,好美 谢谢 谢谢 今天的影片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成功送出去了三个盲盒 没有想到我做到这样失败 他们也是还蛮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 二十三很成功吧,大家都很开心 OK,再见 拜拜